捷安乡东昌公墓从民国72年进藏后 迁移以及土地变更使用一直是民众民态关心的问题 而历经了39年捷安乡公所积极透过的多元管道 联系现存尚未迁藏的122座墓种 12日下午进行第一阶段迁藏说明会 说明补偿费请领标准注意事项等 期盼让乡亲掌握申请其成 增添主动迁藏的意愿 捷安乡东昌公墓从民国72年公告进藏历史39年 捷安乡公所积极透过多元管道 联系现存尚未迁藏的122座墓种 运用护证系统写取墓集资料寻觅后代子孙 实地访查张贴公告 但仍有70余座墓主关系人尚未取得联系 12日下午在东昌活动中心 办理第一阶段迁藏说明会 说明补偿费请领标准注意事项以及完善优惠措施 主任上任之后108年用二倍金 将我们所有的墓地查估来做完整 配套的整个建设计划送到中央 感谢我们政建台立委以及陈寅立委的帮忙 让我们在这个中央的款项能够顺利 第一个墓地的取决之后呢 我们会再针对于目前上有70几座 未联络到墓主的这个部分公告到明年111年的11月30号为止 我们要来进行呢 这个无人的墓的取决 之后第三阶段会来进行这个所渗留的墓地的这些 来去化跟换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第一期1500万的基金已经进来 这也是我们第一个期程的工作 未来还要经历很多的挑战 我们希望今天透过了地方说门会 来广纳所有的乡亲的意见 让我们的建设铺陈能够更势性更圆满 也让我们东昌的这样的一个公园 还有我们的部落聚会所能够早日的来呈现给大家 包含花联县议员李正文 黄兴 村长 部落头目等都与会关心 美好签葬美丽东昌 在立法委员郑天才协助下 第一阶段获得花东基金寄注1500万元 作为签葬补偿及相关行政作业费 为奖励民众主动签葬 花联县府公告即日起至明年11月30日完成签葬者 可请领签葬奖励金 起绝后吉安商公所提供骨骸或化其职账免费服务 未来商公所会逐步完成善中圆满礼仪工作 增添上金主动签葬意愿 记者长邦彦吉安商报导